第1949集 众长老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顿时露出赤裂的神色 如果能拿到那种极品丹药 他们损失的修为可以全部恢复 甚至气血蜕变 日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别废话了 快跟上 阎天龙神飞身追逐血龙的身影 是大人 众长老听到有赏赐 当即跟随而去 可此时血龙流光电闪 破开空间 赶到了血湖上空 他刚好就看到 玄机玩手一剑 要斩杀夏若雪 给我住手 血龙震天咆哮 昂首吞吐日月张口一吐 爆出了一道恐怖的能量光柱 狠狠朝着玄机杀去 这是 域外的气息 旧天神龙殿 怎么可能有域外的气息呢 玄机大惊失色 慌忙抽进后退 躲避血龙的攻杀 恐怖的光柱 炸落在地面 瞬间贯穿了大地 地里深处的熔岩烈浆 滚滚冒了出来 玄机美眸一缩 幸好他躲闪得快 否则 被这能量光柱击中 恐怕也要重伤 若雪姑娘 没事吧 血龙声音苍凉 飞到了夏若雪的附近 庞大的身躯 紧紧守护着他 血龙 你 夏若雪看到 血龙降临 顿时露出喜色 雪姐姐 我们得救了 点点星光从地底 泥渊飘出 轮回星石 重新升腾而起 星灵看到 血龙来了 也是充满了欢喜 有血龙守护 他和夏若雪 至少解除了 眼前的危险 别高兴得太早 玄机冷漠一笑 目光打亮着血龙 原来你就是那条血龙 女皇侧上有令 你也要死 大剑紧握 玄机美眸森寒 无尽杀意在这一刻爆发 你是上界的人 哪个女人是你的主上 血龙声音苍凉 脑海里浮现出一道 惊天动地的女皇的身影 她吞噬了欲外魔龙 自然得到了一部分记忆 那道身影实在太巍峨强横 即便是她 也不敢直呼其名 否则会遭到天前罪罚 只有等实力完全恢复 血龙才敢说出 那个女皇的名号 玄机月 上界至尊 至高无上威临八方 碾压诸天的女皇 玄机月 世间若有人 能与轮回之主其名 那便只有玄机月 哼 既然你认识我家尊主 素素跪下临死吧 免得我浪费时间 玄机冷笑道 血龙目光一横 那个歹毒的女人 终有一天 本作要杀到上界去 让她明白 何为龙怒 话音落下 血龙身躯摆动 狠狠地朝着玄机杀去 无尽杀意冲天而起 哼 不自量力 旋机冷哼一声 大剑挥动 炸起滔天青芒 指展血龙身躯 如果血龙没有受伤 他可能要忌惮几分 但现在他清楚地发现 血龙的一只爪子 完全一片焦黑 显然是负伤极重 大荒破月斩 旋机爆喝一声 他可不会错过 这么好的机会 剑锋破杀 他一剑怒斩 整把剑冒出荒谷的残月的气息 冷冽清寒 欺人心疲 大剑掠过虚空 如要展开明月 带着滚滚浩瀚的剑气 呼啸斩杀 魔哭血爪 血龙一声低沉 左爪悍然暴杀而出 朦朦胧胧的血光 在他爪子间萦绕着 化足了血精般的存在 牢牢覆盖住了整只爪子 他的爪子也似乎变得透明 隐约间 能看到里面强劲的龙骨 充满了力量 血龙一爪似要碾碎星球 狠狠划破了虚空 和旋机的剑锋 重重地碰撞在一起 剑爪相撞 顿时爆发了惊天巨想 血龙身躯窥然不动 而旋机也是稳如泰山的模样 这下交锋 势均力敌 不相上下 该死 旋机咬了咬牙 没想到血龙重伤之下 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若是全部恢复 后果不堪设想 域外龙族之危 果然不容小觑 美眸闪烁 旋机双眼折服着 毒蛇般的寒芒 不知在盘算着什么毒计 尸杀黄斗剑 骤然他一声骄鹤 持剑爆杀而出 身躯一晃 居然瞬间移动 杀到了夏若雪的面前 小心 血龙大惊失色 慌忙挥爪杀去 阻挡旋机的偷袭 旋机这一招是上界非常厉害的剑法 叫顺杀黄道剑 柔和了强大的空间法则 瞬间移动 一下子杀到敌人面前 令人防不胜防 幸好 血龙始终戒备着 一看到旋机偷袭 马上做出了反应 他一爪打出去 就和旋机的大剑碰在一起 但碰撞的感觉非常柔弱 没有一点力道 不好 中计了 血龙神情大变 旋机这一剑居然是虚招 压根就没有动用真剑 轩机冷笑 骤然顺移而出 杀到了血龙头顶上 他非常聪明 利用夏若雪做诱饵 引诱血龙上当 如果是在平时 以血龙的实力 压根不会被虚招迷惑 但现在关心则乱 他却是着了道 顺杀黄道剑 旋机仰天宝贺 真正的杀手斩出 浩荡灰弘 带着上界黄道气息的剑气 狠狠斩落在血龙的身躯上 顿时 血龙身上出现了一道 猙獰的伤口 鲜血淋漓 喉咙发出沉闷的喊声 血龙 夏若雪惊魂欲裂 双眼通红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 血龙不可能这么狼狈 该死 血龙咬了咬牙 只感到钻心的剧痛 你还未恢复到巅峰 等你彻底觉醒那血脉 死的可能就是我了 女皇告诉过我 扼杀威胁是上界生存之道 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旋机一箭得手 顿时意气风发 身躯一个瞬移 提剑斩杀到夏若雪的面前 这一次不是虚招 而是堂堂正正 无比凌厉的顺杀黄道剑 夏若雪眼眸一缩 连忙抽身后退 若雪姑娘 你快走 血龙目自尽烈 拖着重伤的身躯 挡在她的面前 走不了了 况且我是夜晨的女人 岂会苟且偷生 夏若雪美眸冷冽 凝视着玄机 罢了 血龙 今天我们联手 跟她拼了 快走 哪怕只剩一丝机会 我感应到了天道宫的气息 还有敌人要杀过来 血龙挑出一块鳞片 哗啦一声 化作一艘龙林非洲 星灵 你快带着若雪姑娘离开 血龙爪子一挥 将轮回星石和夏若雪 都送上了非洲 如果敌人只有玄机一人 他拼着两败俱伤 或许能挽救夏若雪 但现在 阎天龙神和那十二个长老 起席飞速地靠近 一旦他们赶到 血龙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必须立即送走夏若雪 血龙一挥俱爪 带起一阵刚风 整艘龙林非洲 迅速掠破虚空 往大殿外飞去 血龙 夏若雪呼唤一声 咬了咬牙 眉眸带着一丝七处 雪姐姐 我们快走吧 别辜负了血龙前辈的牺牲 心灵低声道 能跑去哪里 玄机神色意寒 猛地使用顺杀黄道剑 要杀破虚空 追斩夏若雪 留下吧 你的敌手是我 血龙冷哼一声 忍着重伤的疼痛 龙爪挥出 炸起万道金光 硬生生地拦截住玄机 该死 玄机身躯飘落在地 看着眼前伤口 还在滴血的血龙 冷漠道 你这孽畜 又伤成这样 还想阻拦我 你就不怕死吗 本座就算是死 也要你付出代价 血龙仰天咆哮 凛然不惧 体内一丝 欲外神力 猛然喷发 绽放出千条锐气 一重重的彩下 身上的伤口 瞬间止血 锯爪挥出 碾压虚空 直击玄机的脑袋 这一刻 血龙疯狂地 透支生命 不惜后果 也要玄机付出代价 玄机眼眸一缩 慌忙举一剑格挡 剑爪碰撞 他却是被震退了三步 吹死挣扎 玄机翘脸圣怒 血龙这一击虽强悍 但已是强弩之末 重伤之下游禁灯窟 支撑不了多久了 他也丝毫不惧 一击顺杀 提剑直斩龙身 到了 而就在这时 炎天龙神和十二个天道工长老 齐刷刷地飞掠而来 刚好看到玄机抡剑斩出 扑斥一声 在龙身上 批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玄机大人 是你 炎天龙神看到玄机的身影 顿时发出呼声 你们也来了 玄机抽剑后退 他又一箭重伤了血龙 血龙闷哼一声 直接沉浮在地上 伤势显得是非常严重 玄机大人不愧是上界尊足 神通盖世 这匿处被你收拾得服服帖帖 炎天龙神看着血龙狼狈的模样 心里十分的痛快 让他无比恐惧 无比忌惮的血龙 此刻却是沉落平阳 被玄机重创 毫无疑问 就算是炎天龙神 实力也比不上玄机 你们快去追杀陷入血 这血龙交给我对付 玄机冷眼望向远方 龙林非洲已经化作一个黑点 很快就要逃脱出去了 这个 炎天龙神微微一顿 他此番踏入九天神龙殿 就是为了斩杀血龙 现在血龙重伤 正是他出手宰割的机会 他不想错过 还愣着干什么 可去啊 如果被下入血跑了 惊怒上界女皇 你担当得起 玄机沉生道 上界女皇 炎天龙神打了一个哆嗦 毛子凝重